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修行正道实路 主诸先佛为天上圣母妈祖 天上圣母将 第十七回 经丹大道照先翁 诗曰 著书数乎已经年 目比平辉的夜权 可喜诸生功果利 正权普化变三千 盛世 无领命著书 数乎之间一年期限将满 无与诸贤生著书结缘 亦已在本书完成之后 告一段落 在此 无先祝贺诸贤生 又天功得一笔 可著书 贤生灵神出窍 弟子参寇恩师圣驾 贤生无需多礼 无等出发吧 紧随恩师礼堂 恩师啊 您是打算再去访游吗 是的 今夜视角只玩书 最后一期 本书之注 虽然尚称圆满 但修行成就之案例甚多 无想能多列一篇是一篇 恩师慈悲 那您不做拔闻 或者篇后语吗 这些可以不在著书 期限之内 往后再聘高真 上圣 佛菩萨 光赞篇幅 竟使本书 加上前两期 赶功加班 亦未满念篇 还有先前贤生所成之赵 先翁未安排访游 因而无以此篇作完结 您今夜代弟子往夜照必成先翁 是的 如今已来到先翁之修真所 您未代引弟子往天上去 弟子感觉这里仍是凡间 是的 赵先翁虽然的道成仙 但仍在其生前修真之洞天 吉隆门山 好了 赵先翁已在眼前 贤生见礼吧 不敢 不敢 小仙仙拜见天上圣母圣驾 赵先翁无须客气 赵先翁乃天仙状元 丘真人嫡系传人 修正大道延续经丹法教之成就者 无须过于客气 弟子参寇先翁 您二位就不要客套 一位是天妃法脉之圣母 台江一地香火鼎盛 信徒不知几百万 一位是金丹大道传世掌门人 都是功果浩大 在此你来我往 也不见得让出个结果 还是弟子建礼才是正途 贤生客气 妈祖圣驾成道祭酒 仆受黎民信仰 岂是无山野村夫敢作比你 不过今夜难得圣驾驾里 尚请一遇静侍奉茶 难引导师生进入内室 命先同上茶 先翁恕罪 弟子请问您是清末民初之人士 为何可以得到天仙状元 丘大仙之金丹大道而成就 贤生有所不知 无生直乱世 因而一心悟道 知此龙门山 乃为祖师秋处积生前修真之处 因此来此节庐进修 闲时便利龙门隐忧身兮 以其有机缘得祖师首稿 一记 以其修行得成大道 皇天不负苦心人 由祖师之金丹讲稿 无乃依此进修 小有成就乃得非生成仙 慢点 慢点 您说非生成仙 您有遭天劫而成仙吗 先生误解了 金丹大道无需应节 因为金丹是指我人 至元神成胎 可以扬神出窍 不似其他修炼 弃神之修道者 有遭天劫 身劫 兵劫 使能成仙 那是时代变迁法 一千罗 弟子认知修行丹道 都要有天劫 使能成仙 不错 道家修法 有许多戒道 兵 身劫而成仙 唯独金丹大道不必 原因何在呢 所谓金丹大道 实则是老君祖师爷丹顶之道 以九转之功 丹成仙趣 由秋长春祖师创龙门金丹大道 先由自身契机奠定基础 再以自身契行而引神结胎 亦及到家常为之以虚补食 炼食还虚 而其次帝 即是炼器 巨器 行吐纳 行器 即周天 再由器入神 炼丹 神聚 结胎 出神 阳神 您用这些道家名词 弟子很难理解 请问炼器跟炼神有关吗 息息相关 仅是次帝之别而已 不对啊 弟子好像记得太子元帅恩师 在本堂半纪事时 有开示炼器与炼灵是两个不同方向 贵堂太子也没说错 无是炎以器引神 可没说以器引灵 灵与神不同吗 当然不同 灵者 人知是神 神者 乃为人身三宝 精 气 神 一即要将此神还原成元 即是所谓原太阳神 如此使能有所成就 弟子相信金丹大道 绝非三言两语 即可道尽精髓 那么 可否恳请先翁简略而原则性 做一系列阐述 弟子知道 墓下修行金丹大道之修行者 亦甚多 但是也有人认为成就者 没有明传于世 而误认此法乃后人甲介 丘处基大先之名义 而实无其法 不过弟子知道 有人修此金丹大道 以可返老还童之境界 故知其不虚 乃有不情之请 恳请先翁不吝教士 贤生客气 金丹大道 乃丘处基祖师之法教 无铁为传人 理当弘扬祖师教法 不过 正如贤生所云 金丹绝非几句话可以阐明 所以 无重点做提示 一 吐纳 道家重气 因为气乃人身之活动力 气长命长 气促命短 所以要吐纳以聚气 所谓吐纳 即呼吸 不过是身吸间呼 二 气行周天 周天是将人身气机之循环 融入天地间之大循环 可以气行周天 以事百病可消 不老神仙了 三 结胎 所谓结胎 犹如老君炼丹 即要入顶 辟育为水 用其火后炼之 在修行者而言 即是九转之功 必要每一功转 调整水火 人身有人鬼真水 以及坎离真火 老君炼丹为何九转 乃每一时辰必须斟酌其水火调剂人身 修丹亦如是 陈阳夜阴 故每于早晚气机之性不同 依其性质而修炼金丹 每一转代表一个境界 直至九转完工 一级元胎结成阳神 可以自行出体 使为大成 那么金丹大道 是有何口诀 或修行法教吗 当然有修行教义 但不是口诀 所谓口诀 仅属修行有成之人 将其心得编成语诀 诸后学者一计而已 真正修行金丹大道 光是吐纳 恐怕要一至三年 行弃周天 要三至十年 结胎 有者一年 有者十年 有者百年 有者无法成就 必须修者勤于修炼精气神 待三宝充足精训 而戒人身人鬼侃离以炼丹 是已 是修者自身必要先勤于功 横于力 待最后阶段 时有前人之法要 依循炼丹结胎之功 弟子大致明白 不过 弟子拱横堂的早期同修中 在台北道场 修炼金丹大道 其中一位竟然修行到脸上的 刘可已消去 而六十余岁人 看起来比弟子年轻 气圣光彩 真正是反老还童的现象 可见金丹大道的奥妙 是的 金丹大道即是以人身水火加上精气神 犹如药材入顶 加火炼成药丸 使此一甲体 可以培育出原胎 当然 反老还童是自然现象 感恩先翁开世 很遗憾弟子余奴 不懂金丹大道 否则 必然可以从您这儿 学到长生不老之术 贤生客气 贤生鸾门心法 亦属永恒不灭之正法 行了 今夜二位著书已慎冗长 再客套下去 就要挨人怨了 五等告辞 弟子拜别仙翁 小仙公送圣母圣家 贤生后会有期 师生离开龙门山 往回堂走 恩师啊 今夜别后 著书脚指 您可要不弃弟子愚笨 常来赐予教会 贤生无需如此伤感 无礼当常来贵堂 也不枉今日著书一场世生之缘 好了 已到贵堂 贤生灵神投体 本书至此全部结束 弟子感恩 恩师您要常来 弟子恭送圣驾 南天主宰文恒圣王官将 无畏修行正道实路作拔 夫书之可悦 乃在其利论无误 可以正确传达意志 必使悦者受益无穷 绝非一般迎风弄悦之书及 无病身迎或华众取宠 以达传悦之效果 鸾门善书 即以此为本 凡书之著作 必先确立其阐述意志 进而针对必要引渡之层次而著作架构 务必使誓书 得以确立在专一领域中 收到弘孝 今日贵堂奉旨著作修行正道实路 已尽是修行者修行过程 及其正道所担负之使命 职责作阐述 并不拘于单一宗赖 广泛罗列诸家道子修正之成果 书之著作其间 也以洛阳旨贵 争相所悦 则书之般行受试 必定对末法修子 见贤私奇 其离后游 可以激励发心精进 甚至可以增上 并得引经据点 做劝化之精良 实为可喜可贺 既之书已完成 五填为鸾门行正直辖上司 甚为告慰 乃来降数拔文 一者光赞篇幅 二者普劝有缘 三者重视此书 必立世人 真而习之 颜悦用心 悦耳有得 立即发心 树姬无腹苍穹无私之人 南天文恒圣王拔于台江 新设一赤拱横堂 药师如来佛将 为修行正道实录作偏后语 红花绿叶 佛道同源 既执末法之年 鸾门应运 乃有无数宝书 降助人间 执事之故 鸾门朴化 应成天命重责 待无一意 贵堂领命无极 以一赤创堂 年年著书不断 叠见其功 为尽事之众生 心尽先佛道场之贡献 鞠躬绝尾 无佛虽在沙门 但佛道岂有划分之理 今日贵堂奉旨著作修行正道实录 偏偏主题明确 张张直指修子内心 尤其 沙门待业菩萨 守在听经所 未有情缘重 是指解惑 更是醍醐灌顶 使各家修子 不以门户各指己见 行修大道 共登正觉 书以著成 无佛甚感沙门诸重 理应捐弃成见 化解门户 大道在前 唯心而论 窃要精进 莫要浪费无味精力 庶眠有爱道成 及自身灵慧根系 仅此不揣冒昧 疏怀略至济于后 视为无佛悲心 要师如来佛 至于南善布周台将 心设一赤拱横堂 九天玄女将 盛世 今夜无护驾 无极老母驾立贵堂 无极皇母大天尊将 娘为修行正道实录 做致命大道之所以 亘古不灭 乃源于诸重儿女 知道之可贵 知道之可以超生了死 知道可以永恒不灭 知道可以使轮回恶业终止 无数道之珍贵 早已为诸重儿女所熟知 但是大道在前 却远求欲外 此乃道子之蒙昧 疏为可叹 然则 鸾门亦因此应运契机 红星谱传 打帮助道 借文字因缘 起开诸重儿女之慧根 更甚深熏陶圆明智慧 使许多彷徨于歧途之间 有心之道子 犹如暗路明灯之指引 而可搭乘法传 苦海驾此行 执返礼欲灭母 娘心甚畏 滋耳亦赤拱恒堂 永彼王生其谋 自领异命创堂 疏忽念在 心双交替 医治不改 以鸾脉之谱化 兼领佛家为心宗 弘教使命 今日又得完成 各家修子之修之证 集结成策 实为娘分忧解劳 娘以驴 盼子回归之计 既执书已完成 娘心大悦 时要加勉 乃特来降鸾为文 至于书后 以利班书普化 激励续勉诸重儿女 用心言阅 齐头并尽 早日母子礼御团圆 无极皇母大天尊 至于台江新设 一赤拱恒堂 各位大德 一贯天道是真的 求道真的很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求道修道 后面有求道的好处 以及我们频道还有制作一部详细详细说求道的好处 包括求道后 上天就会派天界护法神 还有未来的佛国净土等等 请大家一定要去观看 求道后一定要记得求道日期 三宝 银宝师姓名 小编补充 真的真的 求生弥勒净土不抵触求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净土之志去 而且这边强调若进入弥勒净土内 愿则各天净土畅有无碍 加上弥勒净土为了众生而设在地球附近 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 弥勒佛尊早已成佛 乃是为了地球众生视线菩萨身而发愿大开龙华大会普度三草 与南海观世音菩萨一样早已成佛 为了救度众生而视线菩萨身 普度众生 因为弥勒净土设在靠近地球 所以比较容易求往生 往生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每日称念于礼拜拿谋弥勒尊佛 并且回向自己求生弥勒净土 行六事法更可往生弥勒内愿 小编在弥勒净土修持的播放清单都有写 影片后面也有往生弥勒净土的好处 无佛愿所有众生皆能求修大道 吃素修行 孝顺父母彼此互助互爱 将人间变成大同世界 佛国净土 也愿大家把握上天恩赐之树立 超拔幽名 广度众生 晚化灾节 见到成道 弃恶向善 回天必先将累世罪业因果偿还 清净之身则可入佛国净土 遥持圣境 故不要放弃修道之路 要坚持到底 小编整理末法书鸡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天堂挂号地府抽丁 一贯天道求道者天堂挂号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造恶者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清口后则有两位 入鸾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萧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恒堂圣书县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注印 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施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住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疾老母从无疾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官皇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域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域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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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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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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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